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梁先生好,你可不可以說說 你現在正在做一個行為 想表達什麼順悉 給這博契福站經過城客或香港市民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知道昨晚發生事 我現在就會去機場 再表達一次我未來所說什麼 我只不過是等朋友 不過希望現在室處攜坊站的所有人都應該知道 昨天警方在攜坊站施放催淚彈 這些催淚彈其實不應該在室內施放 它也都影響了很多的市民 正如你今天見到 有一大班的義工 一大班青少年在站外面 和很多市民去作出呼籲 這些呼籲其實到底是誰做的呢 為什麼他們要做出這些呼籲呢 背後的黑手就是這些香港警察 他們開始不應該在地鐵室內的地方使用催淚彈 以來即使他們施放了這些催淚彈之後 亦都沒有為受他們影響的市民去妥協 亦都沒有去作出任何呼籲 因為這些催淚彈殘染的物質 會影響人體的健康 我今天帶到朱主來就是要告訴別人 其實這些催淚彈的粉末是很危險 只不過影響未必是即時呈現出來的 其實很多人昨晚都已經覺得是不舒服的了 我不想有更加多香港的市民 因為不知道這些東西而受害 就這麼多 其實現在正在等朋友 我希望更多人如果真的見到 或者做法式時和其他人說出去 然後一起站出來 我想表達一個更加重要的訊息就是 Stand with Hong Kong 不是和一些旅客說的 而是和身為香港人的你說的 Stand with Hong Kong 希望你看到這兩個月以來 政府和警察做的這麼多事情 都願意站出來 願意發聲 是這麼多 梁先生是昨晚看電視上網看到 還是說都在附近看到的 我住附近的 其實是地方 對 如果我要回家 我一定是經過齊光地站 這個巴士公站 我昨天因為這樣而回不了家 我是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回家 而警察都沒有一個訊息 告訴我 是怎樣我才可以回到家 周圍 荃灣 又黑社會 又警察 我其實回家 我一定是荃灣或者培方 去再轉車的了 我都不知道怎樣回去 最後呢 都是有朋友幫我手 我才可以回到家 昨晚本身在哪個位 後來警方是怎樣封鎖 令到你無法直接回家 我昨天呢 就在這個地鐵站那裡 即是這個 区方地鐵站 對 就是区方地鐵站 就是巴士站在前面的速口的位 其實一 我未落電梯 一大群人已經說 我防部警察在那裡頭 封住了 那我怎麼走呢 那我唯有去 在上面二樓那裡 就是新都會廣場的位 新都會廣場 那條天橋一看下去 原來下面真是全部警察 根本我就下不了去 那就是在新都會那裡等 但是等的呢 其實防部警察呢 我就已經在天橋那裡 看到防部警察私放了出來的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 我整天都回不了家 那時候是什麼時間左右 我都不太印象 我記得是幾點 是不是九點左右 應該是九點十點的 大概是這樣 那後來怎樣才回到家 因為有個朋友 他真的住附近的 他就找了他的朋友 去駕車過來送我家 哦 而梁山的街坊 或者朋友 對於昨晚在這裡發催淚彈 有什麼想法 看法呢 我就暫時不知道 到底街坊 他們會不會是 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但是我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昨晚都已經知道了 他們是好 也都 我其實發覺到 我更加多的朋友 他們肯說出來 我之前可能以為他們只是 在背後默默地關心這件事 但是到了昨晚那個狀況之後 我發覺更加多人 是肯去真的為這件事發出他們的聲音 就是我 是見到這個狀況 我是知道究竟 警察和政府做的事情 是幾個 令我們市民感到無助 我們其實 只是把口 我們把口說出來 你都不肯聽的話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梁先生本身今天是放假 還是其實本身要上班 還是上學 我現在是 學生 放假 放假 所以今天更加和朋友 一起在機場那裡 沒錯 現在還跟朋友 好 最後有些什麼想和香港人打氣 其實都是 說這麼多句 香港加油 好 多謝你梁先生 謝謝 謝謝